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海选考核标准好像和去年不太一样 去年确实我都是在一个一个人看 一个人看完了个个人去battle 去选出个人自己能力最强的人 但今年确实我会有一些调整 你有团队的一些 棋舞方面的一些东西我会加重一些 就包括我海选的时候 我都会让你去编一段棋舞看一看 海选中哪位选手让您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挺多的 这一季真的有挺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选手 battle也比较强的 还有breaking也比较强的 所以这次我又看到了一个叫大个人 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种舞蹈 我觉得还挺过瘾的 我觉得这一季会有挺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会出现 去年被您残忍淘汰的鸭鸭 今年顺利进阶了 是因为去年确实下手狠了些吗 没有我是看它确实比去年会进步 它去年比去年进步了很多 包括我这一季我又选了范范 还有叫吉娃娃 包括鸭鸭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组在一起的话 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吧 会出现吧 会发现痕 对我觉得还挺炸的 去年小白一个炸头 您果断给他毛巾 今年有这样的舞者吗 我觉得鸭子 鸭子前面我确实我一看完之后 哇这个人我必须要 所以我跟你说 你到后面要选组的话 你必须选我 我摸紧我才给你 他答应你了 他答应我了 开选结束后还有哪位选手想要拉击队伍 因为其他的我还没有看到 其他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些选手 在我这组里边有几个真的是很强 比如说女孩颜艳 本来我刚开始没有选到 但没有选到之后 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挺后悔的 我说哎呀 刚好反应过来 刚才挺好的 没选 最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去去吴建豪那条街 跟那些聊天 然后最后我炎炎到我这个队 已经看完全部舞者的表现了 对后面的录制还是很期待吗 我是期待 我每次轮我都会期待下一期 我会期待下一季 因为下一季真的是给你一个 他都惊喜吧 他每次都不告诉我 就是规则是怎么样 但你能看到 真的是下一期的时候 你会看到每一个选手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 甚至在舞台上能给你很多的惊喜 对吧 如果要真的好的选手 一个接一个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太棒了 你会很兴奋的